你好,政治揭露阿威,大家好 這部影片是4月13日 今天是夏寶龍訪港的第一天 夏寶龍這次訪港六天這麼久 究竟要處理什麼問題呢 其實香港很多問題 不過稍後再慢慢說夏寶龍來香港做什麼 我想夏寶龍都一定要研究這件事 就是香港的黑暴勢力的槍決 這個叫做香港新秩序的一幫暴徒 這幫暴徒在早幾天 在九龍城叫做泰國的新年 就在玩拔水的時候 用水槍呢 就要建立香港新秩序 香港新秩序這個terms 基本上來自於美國那張銀紙 就是一元美金寫著呢 是New World Order 世界新秩序 現在香港就是New Hong Kong Order 要建立 那怎樣建立香港Order呢 第一步就是 就是襲警 用一支水槍 你說水槍而已 但是其實就是夏寶龍要面對香港的 就是這些黑暴勢力 潛藏的問題 等一下想跟大家說的了 昨天我跟大家說這個 就是一個張恩宇 就是黑暴勢力了 是不是 在TVB你看到 啊 這個的 李梓敬和張恩宇吵架 其實兩個都是美國間諜 我認為 等一下再說一下為什麼 好 那我們先進正題議 都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壽必記憤道 分享 留言 讚好 還有按鈴鈴的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鐘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一下什麼片出啊 昨天呢 我就 出了那條片的時候 講張恩宇啦 基本上呢 我就沒有 看完無線的時事多面看的 無線的做法呢 很令人反感 第一件事就是說 有一些香港的 參與黑暴的人 可能參與到未必很嚴重 或者很嚴重 我不知道 但是隔了幾年之後呢 他們 回到大陸的回鄉政 就被人剪了了 那現在呢 張恩宇呢 就要替他們申冤 那他說的話 就很討人真了 就說 疑點利益歸於未告 沒有被入罪的話呢 就應該給他們全部回大陸 如果這樣說的話 在我參選 立法會是2016年 當時尤惠貞呢 都是其中一個的候選人 而且成功當選 但是在立法會那裡呢 他就侮辱國歌 那尤惠貞都沒有任何的刑事紀錄的 是不是尤惠貞都應該回大陸呢 我看到香港的有很多假建制派 其中一個就是 張恩宇啦 他簡直是黑暴議員 我覺得 他背後的 我不知道他什麼勢力 有些人就說 他 不知道 那些大陸親中的組織 其實很多親中組織 可能都被美國滲透了 被外部勢力控制了都不行 為什麼捧過這樣的議員出來呢 我不是很明白 那時候北區要選張恩宇 我覺得這個人也是很討厭的 後面就很多黃絲的勢力 尤其是香港地鐵集團 港鐵集團 是不是 但是另一邊TVB 就特意搞一個議員對立 另一邊就是李梓敬 李梓敬 後面就很不乾淨的了 新民黨就說不讓香港人 要有消費券 過幾天就有消費券了 我們有消費券不用多謝新聞黨的 因為新聞黨說不想給我們的 那現在TVB呢 可詐黃絲 黃到低能的TVB新聞呢 就特意用張恩宇 打李梓敬 但是告訴你 什麼叫新聞操控啊 新聞操控就是蘋果 還有有一份叫做 有一份什麼報紙啊 就是啊 白粉報紙啊 兩份報紙都是美國控制的報紙 但是他們兩個自己打架的 是不是啊 黃毓曼蕭若元你站那邊都死的 什麼啊 十年前 明明玩什麼啊 他們 霸佔了那些 無論是正反 都是 美國佬的人 無論是 張恩宇 還是李梓敬 無論是東方 東方 我說一些無關 我沒有提過東方 說錯了 我說了一份叫白粉報 白粉報和蘋果 剛剛我說的任何東西都跟東方報無關啊 但是什麼都好 就是 那個輿論操控就是 正反 都是 有問題的人 李梓敬一定是美蝶啦 是不是啊 十年前穿列根上身 崇拜列根 是不是啊 田北俊一四年的時候 就說要配合佔中 叫梁振英下台啦 是不是啊 那你 田北俊 一四年出事 你都還跟他跟了六年啊 李梓敬 你不是美蝶是什麼 你不是美蝶 美蝶給你三十萬訂閱 啊 這麼好 啊 我不信啊 但是問題 現在新聞黨啊 或者是李梓敬這些 假建制呢 其實充斥在我們香港的裡面 就是說 啊 張欣宇很混蛋 李梓敬是好人 不要這麼天真啊 大哥 香港是很多假建制 很多問題 又說回那個撥水節的問題啊 那 這班人啊 穿件紅衣 就叫香港新秩序 那就是說 你要推倒現在香港現有秩序 那現在就說 要 Dial7T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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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呢 就是粗口 罵無線新聞啦 是不是啊 要推翻現有的秩序 那就是 他是黃絲啦 不聽 而明熙只是 支持姜濤啦 是不是啊 那TVB本身都是黃的 就是我認為 TVB的新聞部 那但是他們是針對TVB 說TVB呢 不夠偏膽的暴徒 那就是TVB不對啦 TVB呢 走一個中立路線 我覺得 那時候黑暴的時候 但是他們現在的暴徒就這樣說 嘩 TVB 事實上就是 就是 這些就是很極端的人來的 很明顯啊 對TVB這麼針對的人 就是很極端的啦 我認為啊 但是TVB自己都黃的啊 新聞部 跟著對著警察 射他 跟著就說 VS Hong Kong Po 他們說 那些警察叫Po Po 嘛 為什麼不是Police呢 是Po呢 其實這個已經有侮辱性的啦 其實 現在香港這些暴徒 你這樣攻擊完警察之後 襲擊警察之後 我搞笑而已 所以告不進去啦 告不進去就襲警啦 但是事實上啊 我覺得用水去攻擊警察都是襲警來的 但是那時候的場景就是大家互撥水嘛 當玩嘛 告他襲警就很難入罪的啦 唯有告他 這個行為不檢 其實香港這些黑暴勢力 計算過的 就是這樣攻擊警察 就是我玩而已 事實上 他的目的就是 被捕的話 搞大件事了 他們做英雄咯 這幫人想預備下年要搞暴動咯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5週年的時候 他們要帶頭搞暴動咯 這裏認住啊 這裏狗壯士 要搞下年暴動啊 說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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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寶龍真的要留意這件事的 沒有的 告他不進的 就行為不檢咯 但是這些叫做英勇士職來的啦 是不是啊 留回道氣 夏年搞暴動咯 夏年就驚他們 就有人有錢 甚至有幾個鬼佬 或者有些越南裔的人 是啊 在北美洲坐飛機過來 幫他們搞暴動的啦 此風不可爭 就是我覺得現在香港差些什麼呢 我想跟夏寶龍說 欠一個獄警罪 你惡意追著警察來射 是什麼意思呢 你想侮辱他嘛 那現在香港有89個建制派議員 是不是死的呢 你們搞一條 私人草降條例都行的 不一定需要等香港政府的 李家超不記得自己是警察的啦 現在侮辱警察啊 沒有法例可以告啊 大佬 但是李家超會不會覺得 以前的伙計 被人侮辱就侮辱咯 億來順受咯 是不是這樣呢 李家超這麼想 唉 令到警察這麼大權力 不要啊 得罪很多人啊 可能得罪了大律師公會的 大律師公會說嘛 他們訪經 對立23條真的很多疑慮的 要平衡人權啊 什麼叫平衡人權啊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可能搞一條辱警罪 他就覺得很不平衡人權的啦 大律師公會以前選了什麼人呢 是不是 戴啟思 還有條什麼啊 夏博義啊 就是劣跡斑斑啊 大律師公會選過那些主席 現在這個是黃皮膚的 就說要保障人權 那你說真的那句啊 很多外部勢力要干涉 中國內政的時候 都說要 要平衡人權的啊 那這些人是不是漢奸 我不敢說 之前大律師公會直接拍 選一些外國人 跟著呢就參與黑暴 替那些暴徒打官司 那些大律師公會主席 那現在大律師公會說啊 上去北京不見啊 沈春耀這樣 就叫交流一下老朋友 但是這幫人就會覺得 喂 那是不是搞辱警罪 他反不反對呢 我想問而已 我想問杜鑑坤 你反不反對 搞辱警罪啦 如果警察沒有威嚴 不斷被人侮辱 那這個就是黑暴的開始啊 老實說一句 在佔中的時候 我有參與啊 我還是黃絲的時候 在佔中的時候 就已經不斷散播一些 的仇警 的文宣了 佔中發展到2019年的黑暴 就是 有些外部勢力 在2014年搞佔中的時候 就開始不斷搞仇警 而也都那些外部勢力 控制了 好像何君堯啊 或者是石房友這些人 就以一些前警察啊 或者是外國的身份 又說自己撐警 又說自己撐警 但是不斷用暴力 去滋擾那些暴徒 滋擾那些黃絲 然後那些黃絲 罵他的時候呢 他就收割 有些麻木的 民眾 就說我們是男的 這樣 何君堯啊 石房友這些人很卑鄙 也很大機會是美國間諜 我也說回事實 現在香港這些假建制的勢力 不少的 何君堯 這個李子敬肯定是假建制的 剛才他們很大聲說搞仇警罪 但是他們會 如果是何君堯的就是 贊成暴力咯 李子敬的 他後面的公民黨就是鬼頭鬼路咯 是不是 他的同袍啊 就是他們自己的同黨的黨員 直接說什麼啊 熊凱欣的加工 直接是犯國安法 大哥 那你加工犯國安法 應該和老公離婚啊 你和加工怎麼隔離關係啊 就是根本是一個賊黨來的 新民黨 講完了 假建制多 辱境罪猖狂 我覺得夏寶龍要理的 但是我不講這些話那麼多了 我先講一下夏寶龍自己 其實夏寶龍這個人呢 其實你要留意 他已經是七十歲的 其實在五年前 即是2017年的時候呢 他是卸任這個浙江省的省委書記 即是浙江省的阿一啦 其實就已經預備退休了 可能會做一些比較 呃 就是 我想他17年開始 他就 轉進去做政協副主席啦 基本上呢 是一些 其實我們要說呢 就是 榮譽性的職位 閒職來的 但是呢 夏寶龍呢 其實這個人很有能力啦 啊 是習近平的 真是可以親近的人啦 因為習近平在浙江的時候呢 跟夏寶龍呢 是共事的 那我不查下去啦 還知道呢 習近平呢 做浙江阿一的時候呢 夏寶龍呢 就是他直接的下屬啊 所以呢 習近平覺得香港的事情很難搞的時候呢 就是民戰股思良將 就立刻找夏寶龍 夏寶龍去管理浙江的時候呢 曾經呢 拆了很多的十字架 你說 哎呀我何志剛 是一個基督徒 會不會很討厭夏寶龍 當然不會啦 因為大陸的很多家庭教會 是被香港或者外部勢力滲透得很厲害的 他們是發很多這些的 以基督教之名呢 在大陸呢 是組織一些呢 反共的活動 所以夏寶龍呢 拆十字架呢 是震懾一些外部的勢力的 以宗教之名啊 在大陸做顛覆 所以夏寶龍是一個很 很硬正的人 好有趣啦 我以為呢 夏寶龍呢 會在 今年兩會之後 會卸任這個港澳辦 但是港澳辦的權力 加強完之後 夏寶龍沒有卸任啊 其實可以說得很清楚了 夏寶龍要在香港留六日 那如果是一個卸任的官員 來香港錄進來把鬼嗎 即是告訴你 夏寶龍 會以港澳辦的身份 港澳辦的主任 港澳辦也變成了中央直屬機構 直屬習近平的了 那港澳辦也是垂直地管理 在香港的中聯辦 即是說呢 以前港澳辦和中聯辦 是一個同級的機構 變成了一個行政管理 是很不明的 那夏寶龍是不是真的管得到西環呢 那樣 很混亂 即是以前的架構呢 港澳的東西是很奇怪的 可能是方便 江家在香港的操控啦 是不是啊 總之港澳辦管不了西環的 西環就有大量江家的人去控制了 現在呢 現在呢 習近平就將呢 港澳的管理架構呢 改變了 就一條變法 習近平 經夏寶龍 管 這個鄭雁雄 鄭雁雄就是香港 李家超啦 看到四個點啊 習近平 夏寶龍 鄭雁雄 即是中聯辦的主任啦 接著就到了李家超 這裡是四層架構垂直式 夏寶龍 是高李家超兩級 現在夏寶龍來香港 即是什麼意思啊 即是說 他 要 在香港 做一個視察 接觸到香港的建制派 接著呢 就要在香港打造一班 鐵軍 即是說現在香港的建制派呢 就不是鐵 是一堆浮沙 是一堆垃圾 其實 喂 那你香港就不鐵了 至少是 是不是啊 那現在你香港這些建制派 說真的那句啊 像什麼樣啊 都說有89個建制派議員 有沒有一個人 肯弄一條私人草案條例 去搞 這個獄警罪呢 沒有的 等李家超搞 李家超不搞咯 是不是啊 現在就是說夏寶龍來香港 看看香港這群脫皮脫骨 的建制派 有幾多會痴江派 有幾多會服務地產 有幾多是真正的愛國者 有幾多是口頭的愛國者 張恩宇就是口頭愛國者 李子敬就是口頭愛國者 實質美諜了 是不是 何君堯都是美諜 甚至是鼓勵暴力 騷擾黃絲的人 那這些就是有問題的建制派 容凱恩就是加工制 就是一些漢奸 這些就叫立法會員的了 我覺得香港這些立法會建制派 立法會員就是脫皮脫骨 都不癢 其實這些脫皮脫骨的 立法會議員 夏寶龍 要說要香港做港澳工作的人 是鐵軍 這些就不合格了 是不是啊 其實香港很多問題 因為江派治理了 中國大陸可以說 治理了香港 就叫做近20年 04年開始搞廣告辦公室 由曾慶紅去管 到現在近20年了 但是這19、20年裡面 香港是可以說管理很差 因為差才會有空間 人家2019年搞大暴動 如果夏寶龍不在香港做整理 整頓的話 那下年一定會有下部大暴動出來的 那人家就要搞香港新秩序咯 夏寶龍要力玩狂難 雖然香港現在好像很平靜 其實黑暴勢力從來沒有消失 其實黑暴勢力從來沒有消失 我寄予的就是 希望夏寶龍 真的可以 將香港建制派 重新組織過去了 那些親近地產 好像李慧琼這些 他就上神台咯 將民建聯的位置 嘔出來咯 找一些有為的人做民建聯主席 真真正正有能量的 壓制香港的黑暴勢力 黃絲勢力 黃絲公務員的勢力 所以真的需要大興調查研究 因為香港的黃絲勢力 完全滲透在 控制在公務員系統 或者是什麼 什麼會計啊 社工啊 醫生啊 護士啊 全部都是黃絲 其實真的要研究 看看怎麼處理 我先說這麼多 我先說